我给柳如烟做舔狗的第五年 他依旧每天花天酒地 为了不耽误我带他出国玩 还害我没能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我决定不再舔了 柳如烟干脆不装了 我给你脸了 谁会要你这个农村出身的癞蛤蟆 直到晚宴上 他身旁的大佬 对我毕恭毕敬地叫了声少爷 凌晨两点三十分 我接到柳如烟的电话 傅瑜 我醉了 你快来接我 给你发位置 我定了定神 抄起身边的袋子 起身去接他 目的地是一幢别墅 隔着很远就听到里面吵闹的音乐声和哄笑声 在这静谧的深夜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门没有锁 我直接开门走进去 在快掀翻房顶的起哄声下 柳如烟和一个男人正紧紧地抱在一起 身体一拱一拱 试图挤破夹在他们中间的气球 那男人的其中一只手 紧紧地包裹住柳如烟的臀 看着这荒唐的一幕 我不由地冷笑出声 随着气球砰的一声响 有人发现了我 傅瑜来了 周围轰闹声渐渐变小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看我 再看看柳如烟 此时的柳如烟脸颊潮红 终于松开那男人的脖子 还娇称地笑着捶了那男人一拳 我面无表情地穿过众人的目光 走到柳如烟面前 有人在旁边起哄 我们如烟真是有福气 找到这么个好脾气的二十四项男友 是啊 听如烟说 傅瑜正和他闹别扭呢 这不还是一个电话就来了 柳如烟冲说话的那女生 得意地挑了下眉毛 仿佛在说 我说吧 他一定会来 是的 曾经的我 已经习惯在别人嘲笑的目光中 接他回家了 接他时 我可能会遇到各种超出想象的画面 也许是他早已烂醉如泥 也许是穿着比基尼和别的男人抱着游泳 也许是气在男人身上给他捏背按摩 再到今天 和男人抱着夹气球 他搪塞我的话也都差不多 真生气了 别这么小心眼嘛 你知道我的 我就是爱玩 又不会真的和别人怎么样 傅瑜 你没有心 高中时 只有我愿意离你这个穷小子 现在我不过是多和大家社交一些 你竟然想阻止我 男人的话果然不能信 是谁说过 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我快乐幸福 现在倒好 现在倒是很好 我再也不会阻拦他 去追求快乐幸福了 可能是见我在原地走了神 柳如烟轻轻咳嗽一声 洋庄怒道 你不是生我的气了吗 干嘛还来接人家 我默然地看着他 我不是来接你的 此话一出 周围更安静了 柳如烟脸上闪过慌张的神色 后又变成不悦 傅瑜 你什么意思 我从手中的袋子里拿出两件大红色的情绪内衣 甩到他身上 上面还残留着刺鼻的香水味和淡淡的烟草味 可惜 我并不抽烟 你所有的衣物我已经打包送到你宿舍了 没想到还剩下了这个 我冷笑着环视周围 我想今天的场合你也许用得到 就赶紧给你送来了 柳如烟 你以后千万别再联系我了 我反味 我没想到柳如烟会追出来 曾经就算我气急离开 他也不会来追我 而这次 大概是因为他真的丢了面子 他兼着声音 赋语 你一个农村出来的 高中时除了我谁还愿意搭理你 你凭什么这么趾高气昂的 看 又来了 不过这次他说的没错 16岁那年 我转到了城里的重点高中 但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 浑身上下散发着吐气 没人愿意和我交朋友 还都笑话我 说我一定是靠建议勇为 才被学校录取的 一天放学 学校旁的死胡同里 我看到柳如烟哭得梨花待遇 求几个混混们不要抢他的钱 常年干农活 身强体壮是我的优势 我轻松将他救了下来 从此 他总是喜欢跟着我 逗弄我 也撒着胶求我保护他 我曾经严肃地警告他 不要再跟着我 他却一脸委屈地盯着我 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下 我的心猛地一揪 从此 他的眼泪就是我的死穴 从此 我觉得在这陌生的大城市 自己也是被需要的 从此 我一心一意地保护他 爱他 接受他爱风爱玩的性格 相信他虽然爱玩 但只爱我一个人的说法 面对他的眼泪 我无数次选择投降 但现在 不会了 柳如烟见我不语 以为我心软了 于是撇着嘴抓住我的手 傅瑜 我知道你还因为你妈那件事 而生我的气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没想到 他会主动提起那件事 强烈的怒火 使我胸膛快要炸开 指尖不住地颤抖 柳如烟 你怎么敢跟我提我妈 你要是还要点脸 就别让我再看见你 柳如烟终于用尽他可怜的耐心 露出横眉冷目的样子 替你妈又怎么了 儿子从农村出来了 他就变金贵了 傅瑜 你还真当自己是根葱了 我能让你给我当备胎 那是给你脸 我柳如烟将来找的男人 一定比你这种农村癞蛤蟆强百倍 我紧咬着牙 将全部怒火和千言万语压下去 回应他灿烂一笑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因为柳如烟 我没能见到我母亲的最后一面 前一段时间 柳如烟突然提出 让我带他去欧洲旅行一个月 我不禁皱眉 如烟 上个月咱们不是刚去过马尔代夫 那也不影响去欧洲呀 柳如烟挽住我的胳膊 我们宿舍的甲云 去欧洲回来后 总是跟我们臭小伴 我真是看不惯他那个样子 我干脆告诉他 我老公也要带我去欧洲呢 我有点为难 如烟 咱们大四还没毕业 你不是还得实习 况且我的小公司才刚刚有点起色 资金并不充裕 柳如烟眼神瞬间按了下来 一把甩开我的胳膊 我不去的话 甲云一定会笑话死我 你明明知道我和他关系不好 还任由他嘲笑我嘛 我不想让他受委屈 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答应了他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 我洗了澡出来 看到柳如烟 慌张地把我手机扔到一遍 他在翻我手机 我内心竟然有点高兴 他翻我手机 说明他会在意我 会吃我的醋 柳如烟表情有点不自然 刚才你妈来电话了 他说他一切都好 让你别惦记他 我内心更加喜悦 柳如烟一直不愿见我母亲 现在能在电话里 能交谈几句也是好的 我当时不知道 我母亲打来的这通电话 是他这辈子播出的 最后一通电话 那天转天 我在农村的兄弟大胡 风风火火地冲到我家 揪着我的领子 告诉我 我母亲病重 性命垂危 我的脑袋轰得一声 怎么也不敢相信 大胡东一句细句地骂我 我将他的话 拼拼凑凑才明白过来 前段时间母亲出了事故 身体一直没恢复好 我回去看了他两次 之后一直瞎忙 没再回去看他 几天前 他不慎从楼上摔下 身体彻底不行了 这些天 他几次给我打电话 想让我回去看看他 都被柳如烟接到 并且对了回去 兄弟帮母亲联系我 他便趁我不注意 把我母亲和农村 几个兄弟的手机号 都拉黑了 就为了不耽误我 带他去欧洲玩 大胡认识我们高中的 一个同学 就算我没怎么主动提起 他也从别的渠道 了解过我和柳如烟的事 他劝过我 骂过我 都没能改变我 大胡气得满脸通红 富裕 你被他吓了什么药了 你不知道 他一直在背后 说你是舔狗 说这辈子 都不会嫁给你 这个农村人 我许久不语 一抬头 已是泪流满面 大胡被我吓得住了口 大胡 我抽气到 我妈现在在哪 我要见我妈 我立刻放下所有事 和大胡奔回老家 然而最终 也没能见到 我母亲最后一面 抱着母亲的一项 再看看手机里 一百多个柳如烟的 未接来电 我仿佛突然对他 产生了生理性厌恶 爱与不爱 大概真是一瞬间的事 从那时起 我对柳如烟的心 彻底死了 我看着给他的备注 白月光本光 忍不住自嘲地笑了 白月光 他真是玷污了 白月光这个词 转天一早 我被客厅巨大的 动静惊醒 是柳如烟的妈妈 和他弟弟柳星又来了 我拧紧眉头 自从我们上了大四 我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 租了这个房子后 柳如烟的家人 经常不打招呼就闯来 吃喝拿要一通 柳星一身肥肉 直接穿着鞋 躺进沙发里 边吃水果 边打开电视 我走到他跟前 拽住他的领子 一把把他甩到地上 柳母一声尖叫 冲了过来 你有病吗 你疯了吗 我冷冷地开口 给你们一分钟 从我家滚出去 否则我报警了 柳母瞪大眼睛 你什么意思 你敢这么对我们 见我冷脸不说话 柳母仿佛明白了 阴阳怪气地开口 你们终于分了 我就说嘛 你这种农村来的穷小子 怎么配得上我们如烟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一身穷酸气 还搞什么创业 有些人呀 努力一辈子 也只能赶上我们的起点 我冷笑一声 我知道你们的起点 但是你们未必知道我的 柳母当然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将话题转开 柳如烟的所有事情 能见人的不能见人的 我都清楚 不想让我毁了她 傍大款的前程 就别再来烦我 我打开大门 请吧 柳母还想说什么 见我的表情 不像是在吓唬她 便翻着白眼 拉着柳星离开了 走时 柳星还不忘顺了两根香蕉 我立刻改了家门密码 其实我一直知道 柳如烟拿我当备胎 哪怕我生活的并不富裕 也让我充当她家人的提款机 但是我爱她 我潜意识地选择屏蔽这些细节 我原来以为 她一定是因为真的爱我 才舍不得离开我 后来我才明白 她离不开我 是因为再也遇不到 像我这么傻逼的了 我洗个澡 刮了胡子 穿上运好的西装 准备出发新型企业创业大赛 尽管我和柳如烟分手了 但不能否认 这么多年 我一直咬着牙加倍努力 不为别的 就为了靠我赋予自己的实力 得到柳如烟一家的认可 而不是靠我的亲生父亲 省城的商业巨头 傅启华 我怎么也想不到 被报错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16岁那年 我和我的亲生父亲傅启华相认 同时我也得知 跟我一起被报错的男孩 和我的亲生母亲 已在两年前的车祸中去世 我还有个哥哥 正在国外留学 突如其来的身份转换 令我恐慌 我舍不得独自一人 辛苦把我养大的母亲 舍不得农村的家 于是一直没有住到 傅启华的大房子里 母亲得知真相后病了一场 我怕会继续给她带来压力 还要求傅启华 对外保密我们的关系 傅启华不仅都答应了我 还对我表示认可 她觉得我不贪富贵 能吃苦 将来能成大器 只有上学的是 她说不能依着我 坚持让我去省重点高中 所以我能转到城里那所重点高中 不是因为成绩优秀 也不是因为什么建议勇位 全都是傅启华的安排 我不希望柳如烟 是因为我是傅启华的儿子 才认可我 所以一直隐瞒了这件事 现在看来 我的倔强 竟成了我在柳如烟身上 做的唯一正确的事 不过后来 这种绝劲渐渐化为一种坦然 重要的不是让别人认可我 而是我自己认可我自己 况且我是傅启华的儿子 血缘关系在那摆着 这个标签我是无论如何都甩不掉的 那倒不如让我的努力和高气点完美融合 一加一 大于二 我突然有点好奇 将来有一天 柳如烟知道我是傅启华的儿子 会是什么反应 这一天比我想象中来得早 因为生意上的事情 我和傅启华的联络多了起来 他把我介绍给不少朋友 我的人脉圈一下子扩大了不少 创业大赛的第一名的成绩 也给我的小公司带来很大利好 我受邀参加新兴企业家晚会 而女伴 我带的人是柳如烟的社友 蓝庆 蓝庆是我们学校计算机工程系成绩第一 而我也听说 他对创业很感兴趣 我第一次找到他 提出让他和我一起合作时 他表现出对我极大的反感 不为别的 就因为看不起我曾是柳如烟的舔狗 我切而不舍 多次找他 他终于被我馋得烦了 答应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我对他说 你真的愿意 让柳如烟这种人 成为阻拦你成功的绊脚石 蓝庆轻蔑一笑 跟你合作就等于成功 你未免过于自信了 跟我合作当然不等同于成功 我也绝不是对自己多有自信 但我相信天道酬勤 这个付出我无数心血的企划 绝对值得 果然 当他看到我的项目企划书时 他欲加发亮的眼睛无声地告诉我 吻了 自此 我 蓝庆 大胡 我们三人各司其职 朝着同一个目标 忙 累 并快乐着 晚宴这天 富丽堂皇 功筹交错 蓝庆一身碗礼服 轻轻挽着我 我带他穿梭在人群中 介绍他认识各位行业前辈 就在这时 我感觉到一道目光 剑一样射向我 穿过人群 我竟然看到了 神色不明的柳如烟 我早就听说 我离开他后 他急于认识各种富二代 不惜一切手段 参加各种高端聚会 他竟直走到我面前 似笑非笑 行呀富于 就你那小破公司 使了什么手段 来参加这个宴会 不过 别以为你搂着别的女人 故意让我吃醋 就能让我回心转意 没那么容易 我不禁笑出声 柳如烟 你真是一点没变 我们是受邀参加晚宴的 创业人才 你呢 他闪过一位不明的神色 目光在我和蓝青身上 几个来回 恍然大物事地冷笑道 好啊 一个是我甩了的癞蛤蟆 一个是吃我剩下的接盘侠 你俩 还真是般配啊 蓝青一脸蔑视 鼻子哼出一声 柳如烟 我奉劝你一句 棒上大款不是终点 套牢大款才是终点 这次你又棒上谁了 别又像之前一样 竹篮打水一场空 让我们跟着失望啊 这话戳到柳如烟痛点 他目录凶狠 走进蓝青 仰手边要打 不想被我抓住胳膊 一把甩了开 怎么回事 忽然响起一道不悦的声音 一个梳着背头的年轻男人 走到我们跟前 柳如烟喘喘着粗气 立刻紧紧搂住他的胳膊 亲爱的 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 我的前男友 我怀疑他们俩是混进来的 你赶快找人查查 那男人抬起下巴 眯起眼睛 不懈的眼神上下打量我 我爸他们真是 这么不仔细 怎么什么猫猫狗狗 都能混进来 背头难冲我讥讽一笑 要是还想给自己留点脸 赶紧滚出去 身旁的蓝青气不过 上前就要理论 被我按住他钻紧的拳头 我笑着人话奉还给背头难 别怪我没提醒你 要是还想给自己留点脸 就赶紧滚圆点 背头难先是一愣 然后骂骂咧咧地推了我一把 忽然 一个身影冲过来挡到我面前 上前就给了背头难一个巴掌 背头难不可置信地捂住脸 瞪着挡在我身前的长者 爸 长者面无表情 挥手又给了他一巴掌 然后回过身 对我微微汗手 傅少爷 犬子有眼不识泰山 请别见怪 这两个巴掌音量不小 吸引来不少目光 周围响起窃窃私语的声音 周叔 我说过 叫我赋予就好 我上前拥抱了周叔 然后目光转向周情依 原来是周叔的公子 果然气势不凡 周情依和柳如烟 目瞪口呆地看看我 又看看周叔 我这儿儿子不成气 一天到晚花天酒地 不务正夜 周叔一脸的怒气不争 厌恶的目光轻轻掠过柳如烟 还竟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我笑着摇摇头 周叔这话就严重了 我在创业大赛上见过周大哥 我还要向他多多讨教呢 我掏出名片 递到周情依面前 不知道周大哥愿不愿意赏脸交个朋友 旁边的柳如烟紧紧咬着嘴唇 设向我的眼神极其复杂 似是怒 又似是悔 而周情一脸红一阵白一阵 默默接下了我的名片 我拉着蓝沁 向他们点头致意 信不离开 身后响起周情一弱弱的声音 爸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周叔再次给他脑袋一记报例子 傅启华 认识吧 那是这小子亲爹 送蓝沁回宿舍的路上 他斜着眼睛看我 阴阳怪气 怎么能劳烦傅少爷亲自开车送我回宿舍 我无奈笑了 不是故意瞒着你 只是 行了行了 我没那么八卦 蓝青挥手打断我 不过我倒是真有个问题 你今天在柳如烟面前来这么一出 难不成打算挽回他 挽回他 怎么可能 这段时间 柳如烟像个精神病一样 今天来哭着挽回我 明天来骂我穷光蛋一辈子没出息 我从朋友处得知 他其实已经傍上了的富二代 可惜那人常年流连花丛中 柳如烟只是其中一朵野花 那人就是周情依 一次醉酒后 他对朋友哭诉 为什么别的男人不能像富裕一样 对他专心对他好 他说他好像有点后悔了 原本我已经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 但他的这种言行 莫名刺激了我 我突然想让他 再后悔一点 我想看看 一天到晚骂我是农村穷小子的他 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 会是什么样子 老天最近真的垂碍我 今晚让我大获全胜 既完成了社交计划 又看到了柳如烟精彩的表情 见我半天不作声 蓝庆觉得我像是在默认 提高音调又问一次 你真想挽回柳如烟 当然不是 那你因为什么 我大咧咧一笑 因为爽了 转天一早 柳如烟就出现在我公司门口 他嘴角青子 眼睛通红 看见我 直接就扑到了我身上 他指着商处对我说 周情义总是打他 拿他出气 还说 他一点也不在乎 他离不离开 因为没有他 还有成百上千个女人 往他身上扑 还说 我有一百块钱 就给他花九十九 而周情义有一百块 又打又骂 才给他三块 我扑斥一声笑了 见我发笑 他眼泪夺眶而出 傅瑜 我不相信 你说不爱我 就不爱我了 你故意带着兰庆来气我 不就说明 你还爱着我 柳如烟 你还不明白吗 我打断他 声音温柔至极 我让你知道我的身份 就是因为想要气你 完全没有别的意思 你千万别多想 柳如烟委屈地咬住嘴唇 接着说 周情义对昨天的事耿耿于怀 说将来 一定要把丢的面子讨回来 他的手段出了名的脏 你难道不想知道 他会对你做些什么吗 我摇摇头 盯着他的眼睛 轻声回答他 我不想知道 也不想再见你 别再来烦我 也别再想着骚扰兰庆 柳如烟胸口剧烈起伏 咬着嘴唇死死地盯了我半上 最终 笑着抹了把眼泪 傅瑜 你大概还是小看了我 柳如烟 别忘了 你在我手上 也有不少短处 既然如此 咱们就都别好过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我真有点好奇 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来 因为最近接连密集地参加各种论坛和宴会晚会 我在行业内名声小躁了一把 一些杂志媒体争相采访我 偶尔还会上个热搜 蓝青为此还拿我打去 傅少爷又当老板 又当形象代言人 身兼数职 辛苦辛苦 大胡冲我一台下巴 小蓝你看他 离开柳如烟之后 整个人都顺眼不守 连我都快爱上他了 我抄起个橙子扔向他 去你的 还不去见客户 我们三人笑作一团 这天下午 我们正开着会 助理慌慌张张闯进来 扶在我耳边告诉我 我上热搜了 是负面新闻 我打开手机一看 企业新兴富某夺冠静靠关系 创业大赛作假 其实我知道 树大招风的道理 最近我风头太盛 招惹是非小人 也是意料之中 但是这个人 无视我父亲的影响 在我刚刚起步 就急于撤我的台 更像是和我有丝绸的人 傅启华办公室里 他的脸应得快滴出水 是谁做的 心里有数吗 我点点头 只说了一句 您什么都别管 傅启华直直地盯着我 然后笑着拍了拍我的肩 这点小事还要劳他出马 我真是白混了 我和助理们一起 连夜整理了三份资料 一份 是我上大学以来 多次尝试创业 从各种碰壁到小油起色 留存的影视和文字材料 另一份 是我参加创业大赛的全程记录 从准备工作到落地的各个环节 在附上和同期部分参赛作品的对比 最后一份 我坐在电脑前 脸被屏幕的光映的发蓝 微微一笑 按下发送键 转天 周晴怡就来找我了 当然 谁看到自己商业贿赂 侵犯商业秘密的罪证 被清晰地列出来 都会坐不住吧 从参加创业大赛时 我就对他行事风格有所耳闻 得知他是柳如烟新对象后 我留了个心眼 派人多方留意他 搜集他各种违反规定的线索 果然排上了用场 我故意让他在会议室 等了我三个小时 当我姗姗来迟 他一个剑步冲到我面前 抓住我的领子 激动得面不抽搐 傅瑜 我劝你别太狂了 别以为你有个牛逼的爹 我就怕你 敢威胁我 你去打听打听 我周晴怡是不是被吓唬大的 我抬手指了只角落的监控摄像头 坐下来慢慢说吧 别让我又多了个威胁你的素材 周晴怡慢慢松开我的领子 坐进沙发 我给他倒了杯水 周大哥 你知道我为什么 没把这些东西 直接发给媒体吗 他愣了一下 明显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还能为什么 我们周家在省城 也是有点分量的 在我的注视下 他的声音越来越不坚定 我缓缓开口 我虽然年轻 却也知道 做事要给自己留余地 周晴怡神色闪过一丝不自在 我继续说 你是我前辈 我叫你一生周大哥 是真心想向你讨教 可你为什么对我案件伤人 我父亲和周树合作多年了 我一直很想跟你合作的 你为什么对我敌意这么大 就算我这棵出掌城的大树 有些招风 但要是没有柳如烟的挑唆 周晴怡能对我这么短时间 就这么大敌意 周晴怡当然不会透露 是柳如烟的原因 依旧不屑地看着我 语气却没那么生硬了 你是傅启华的儿子 还被称为创业新星 有什么好找我讨教的 还不是变着法的埋态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 三人行还必有我师呢 你在商场摸爬滚打那么多年 雷霆手腕我早有耳闻 周晴一听我这么说 面色缓和些许 这时 桌上他的手机亮了起来 来电人是柳如烟 他皱着眉头按下了拒接键 我故作惊讶 周大哥 你还和柳如烟有联系呢 周晴怡立刻显出防备的神色 怎么 我和谁联系还要向你报备 别怪兄弟没提醒你 我低头抿了口水 这个女人嘴里没实话 周晴怡放声大笑几声 语气讥讽 我说小傅 你这是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绳吧 你被女人玩得团团转 不代表别人也像你一样啊 他话音未落 我就拿出了一支录音笔 里面响起柳如烟的声音 傅瑜 我不相信你说不爱我就不爱我了 周晴怡对昨天的事耿耿于怀 说将来一定要把丢的面子讨回来 他的手段出了名的脏 你难道不想知道他 没等录音放完 周晴一面不争宁 拍而起 一阵风一样离开了 不知他如此生气 是因为被柳如烟背后摆了一道 还是觉得在我这丢了面子 我摇着头叹了口气 周大哥这么沉不住气的样子 还怪可爱的 这次因为处置及时 也幸亏我有常年留存记录的习惯 算是转危为安 事情刚刚平息不久 蓝青又告诉我一个奇葩的消息 柳如烟最近傍上了一个新进导演 打算进军娱乐圈 我忍不住服我 本以为终于可以过几天平静的生活 远离是非 柳如烟要是进了娱乐圈 他一定会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点来炒作 也许我就是那个最大的炒作点 事实证明 我是真的了解柳如烟 很快 网上就有了关于演员新人柳如烟的通稿 再过没多久 柳如烟赋云悄悄悄登上了热搜词条 点进去 聊天截评里都是我曾经给他发的 舔狗专用土味情话 我本以为不会有什么人评论 没想到是我小看了吃瓜群众的八卦热情 赋云 就是前些天上过热搜的那个富家公子 能让赋云当舔狗 这个柳如烟有点东西啊 炒作吧 赋云形象也不错 不会是为了来娱乐圈发展铺路呢吧 柳如烟倒是回应得很快 修手机时不慎将聊天记录泄露 我和傅先生都是受害者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谁都有年轻气盛的时候 希望大家不要打扰素人前男友的生活 多多关注我接下来的作品 好家伙 我是第二个陈冠西北 而且直接替我把事情做实了 真是好一手自导自演 本以为这个八卦也就是谈话一线 没想到一连几天热度不减 兰庆烦躁的一手翻着热搜内容 另一只手哒哒哒敲着会议室桌子 我吹着头躲在大湖身旁 你和柳如烟的对话还真是相当精彩啊 兰庆咬牙切齿 赋云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嫌害臊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往事不堪回首 确实当过舔狗 大湖问我 柳如烟没联系你吗 我摇摇头 他应该在盼着我联系他吧 兰庆冲我一条眉 下一步怎么办 你想好办法了吗 我再次摇了摇头 仔细想了想 又点了点头 确实有办法了 但不是我想的 昨晚 我的亲哥哥富荣 回国了 一直听傅启华说 富荣是个从小忤逆大人 不服管教的 非要和父亲对着干 出国学法律 父亲气得不给他生活费 他比父亲还刚 就真的没用父亲的一分钱 现在已经在英国法律界 小有名气了 现在亲眼见到他 我震惊了 他又瘦又高 西装革履 戴着金框眼镜 更重要的是 他讲话十分温柔 丝毫看不出是个从小逆反的 我和富荣 略显尴尬地相认之后 富启华十分不满地 把目光转向我 其他什么地方都随我 怎么就看女人的眼光 能差成这样 我无语 他是在和我亲生母亲 隔空秀恩爱吗 这不挺好的 这么年轻 就把弯路都走完了 富荣推了推眼镜 不然交给我吧 挺简单一事 富启华点点头 冲我指了指富荣 他路子眼 你就让他去处理吧 富启华离开后 我和富荣单独坐在一起 我犹豫着开口 谢谢你帮我啊 富荣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 眼睛里忽然闪过阴谋的味道 别谢太早 我帮你了 你是不是也得帮我 我一愣 帮你什么 你说 富荣 你年轻有为 一看就是遗传了咱老爹 优秀的经商基因 将来他的生意就由你接受 你们千万别打我的主意 我有点发猛 为什么 因为无聊 因为没劲 富荣面露嫌弃 富荣 你要是能答应我 我把话放着 以后遇到什么难处 哥都能给你摆平 我有点没转过闷而来 稀里糊涂就硬下了 好好吧 不过哥 你打算怎么解决我那破事啊 富荣戳了一口茶 哥告诉你 目光不能停留在一个点上 一定要一点待面 见我一脸茫然 富荣别别嘴 冲我挥了挥手 没事了 你回去等我信吧 年底 公司业绩再创新高 公司上上下下 喜气洋洋 对公司的第一次正式年会 我自然十分上心 当天也请来一些关系不错的媒体朋友 富荣也来了 神神秘秘地靠近我 丢下一句 一会儿你上台后 少说两句 有个礼物送你 就溜达走了 我一脸疑惑 这说的什么跟什么 因为她的这句话 我上台时还真有些紧张 很快 我就知道她说的礼物是什么了 我刚说两句 身后的大屏幕里 竟出现了柳如烟的录像视频 视频里 柳如烟素面朝天 一脸凝重的开口 大家好 我是柳如烟 我为我之前 对富裕先生的所作所为道歉 我那时年轻不懂事 伤害了富裕先生 也伤害了很多人 我还试图利用 富裕先生的身份来炒作 我做的事 对社会百害无一例 是非常错误的示范 我会退出娱乐圈 加强自身修养 希望富裕先生 希望大家 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 全场哗然 我惊讶地看向富荣 远远的 她勾起嘴角 冲我举起酒杯 独乐了不如众乐乐 富裕的这份礼物 我打算借花献佛 可能是看到 瞬间围住我的媒体 富裕猜到了我的意图 冲我笑着点点头 我接受了媒体的临时采访 并且授权媒体 对此事进行第一手的独家报道 自此 我的公司还和几家媒体 达成战略合作 一个新近小演员 和一个商圈小老板的瓜 虽然远不会炒得热火朝天 但也足以给我的生活 造成不小的震动 估计对柳如烟的影响就更大了 好在这令我困扰的抓马大戏 在上了几个莫名其妙的热搜后 终于安全着陆了 柳如烟道歉视频 富裕傻黑田 人傻钱多富裕 我无语地看着这些热搜 问身边的富荣 到底做了些什么 富荣取下眼镜 闭着眼 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 柳如烟她那个猪一样的弟弟 竟然猥亵女孩子 那女孩家人出了名的不好惹 直接额上柳如烟他们家了 要两百万 柳如烟怕影响自己的心徒 也不敢跟她棒的老板提 她着急筹钱的时候 我托她公司的一个同事 给她介绍了一个网贷公司 她和她家人就上钩了 三个人都用身份证贷了款 然后吧 我又找人把她这事 还有之前名声不好的那些事 都捅给了她公司老板 她老板觉得 她一身黑料是颗大雷 还没什么值得捧的优势 就提出解约 柳如烟哪一啊 说她公司违反合同解约 要去告公司 她老板完全不理她的查 告诉她尽管去起诉 到时候 她一身黑料彻底被曝光 不仅娱乐圈混不下去 没准还会沦落到人人喊打 柳如烟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的朋友 就是那个网贷公司老板 闪亮登场了 那人告诉柳如烟 还钱的是好说 但是要求她向你公开道歉 并且让她以后 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其实要我说 柳如烟她弟 很有可能是被先任跳了 不过吧 恶人自有恶人魔 谁也别说谁 第二季度还没结束 今年的业绩就完成了 我让大家轮流带行休假 今晚还在大家的呼声下 组织来酒吧玩 大概因为我本身就不爱玩 酒吧这个地方 我真是待不住 就在我犹豫着要先离开时 蓝庆神秘兮兮的靠近我 赋予 柳如烟拉黑你了吗 见我一脸疑惑 蓝庆接着说 你知道吗 柳如烟把我们所有同学的 微信都拉黑了 她根本就不是 她是肯干的人 总想着走捷径 应聘工作都是没多久就被开 据说后来在快餐店打零工 再后来就不知道了 我没说话 其实柳如烟并没有拉黑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这个名字了 那些开心不开心 都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 直到前几天的深夜 有个语音通话把我吵醒 我睡得迷迷糊糊 但是没等我接起来 对方就挂断了 是柳如烟 我无意中点进去她的朋友圈 曾经她的朋友圈 从不发我的相关 但我依然每天会看 现在 她只有一条置顶朋友圈 是一张我俩背影的照片 配上了几个字 往事不可追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 这小伎俩 还真是一点没变 和大家作别 我提前离场 没想到在走廊里 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柳如烟 她果然还是老样子 几乎是同时 她也看到了我 却慌乱地低下头 用长发遮住脸 转头就走 这时我身后 有个年纪略长的女人喊她 小燕子 还不快点过来 客人催了 她定住脚步 慢慢地转过身 依旧低着头紧走几步 与我擦肩而过 闪身钻进一个包厢 我愣了一瞬 抿了名嘴 大步离开 凌晨 我最后一次接到了柳如烟的来电 她许是醉了 在电话里哭得撕心裂肺 傅瑜 你来接我好不好 这次不用我给你发位置 你就知道我在哪 我等你 好不好 你原来那么爱我的 怎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让我给你做备胎 好不好 其实据我所知 贷款公司并没有对柳如烟紧追不舍 但是她坐不到脚踏实地 依然总想着走捷径 想着一夜之间飞上之头变凤凰 不仅如此 她还想要爱情 她想要的太多了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了口 柳如烟 留恋空中楼阁 最后倒霉的是自己 我们都在往前走 希望你也是 无视柳如烟继续哭喊的声音 我挂断电话 她应该是听不进去的 想要改变一个人太难了 我抬起头看向窗外 夜雾散去 月光皎洁 往事确实不可追 但今后的路 只能自己走出来 全文完